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广东跳水队教练何维仪 广东跳水一直都是排头 有奥运会冠军 世界冠军 全运会冠军 在七十年代全运会恢复 我们广东队就获得了永滩高峰运动队这个称号 排上一秒钟 排下十年功 对节奏好成 好的 重心还可以这里为重心 跳水是从简单到复杂学动作 我们要有起跳的基本功 要有空中翻轮的基本功 要有打开入水的基本功三部分 有时候一天练十个小时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精雕细课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头痛了就练脚 脚痛了就练上肢 只要哪里没有问题的就练哪里 运动员是跟伤病做斗争 跟疲劳做斗争 所以意志力很弹强 好 看看玉赛和半决赛都处在领 领头羊位置的全红蝉 漂亮的起跳和打开入水 全红蝉好像看起来很顺利 他其实训练的态度 很投入 很认真 很钻研 他就盯着教练练 每一秒钟都要关注他每一个细节 他在投入去改 能练 很知苦 2018年才到这里来 从不会到会 三年多的时间 他也是练得最练练 就是有伤病也好 调整两天 他马上就投入正常的训练去 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运动员 都有这种心理状态 跳不好 必须要跳好 有这种自弃 因为他们都有一些榜样的作用 要拼命地去练 自己跳不好了 我会一直一直地去跳 在这九年里面 你要经历了低谷 还有等待 还有忍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